會上講完案今天中午是前往了 北市議會的民主團來針對近期的重大議案 來做報告說明 而不少議員是不滿臺志光案 還有金華城以及北市科案等等爭議 因此提案要成立專案小組來調查 也帶你們來看看現場的最近狀況 我不會給你騙啦 臺志光案啊 那他現在你們要解他的職約 那他現在退回 說他並無不法 那市長我請教你 他有沒有不法 所以解約啊 我們即刻4月8號 解約他說他現在並無不法 你現在解約他不瞭你 他當然可以 那你要繼續怎麼處理 我們就是照合約 啟用爭議機制啊 啟用爭議機制 我們台北市政府 稍高稍賣不要贏了 而另外現在呢 2026的新北市長解放人選 現在也引發熱烈討論 外傳呢 這個台北市的副市長李四川 就頻頻被點名 議員也在今天呢 直接來當面巡問李四川的意願 你願不願意嗎 因為我們現在 我剛剛就講 現階段我很願意 為台北市來工作 那你有什麼委屈 但是能不能坐滿 我不曉得 來第二個問題市長請回答 因為副市長很重要啊 大都跟時代就副市長在管的啦 我還很警報 我願意為你 願意願意 願意那我留不住怎麼辦 你不用擔心啦 不用擔心我吃擔心啦 大都跟時代不要喊口號而已啦 副市長 不過針對北投石林科學園區作為台北市重點開發地區呢 現在地上權卻爆出了大小眼的爭議 郭里四川直言 假差明顯會受到質疑 見指前任的北市府 我想我大概在這一段的時間 或是應該是最沒有政治的 我也不懂政治 我也不知道政治怎麼操作 柯市長一直對著蔣市府 叫我們要說清楚 要做這種狀況 我只可以告訴他說 外界現在人家的質疑是什麼樣 不過對此前台北市副市長 黃珊珊則是強調可受公平 更痛批現任市府混淆 是聽蔣英北市科一案再度槓上